阿姨儿媳 这些是我给你 我们龙大将来的宝宝准备的 你放心 不管你们生的是男宝宝 还是女宝宝 从零岁到一岁的所有东西 妈都给你们备好了 你知道吗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联想到 将来我的孙子孙女 满地爬的样子 那多幸福啊 我再告诉你 我们家龙大 她绝对是一特别小顺的好孩子 知道吗 我的妈呀 宝贝儿媳 不行 谢谢啊 谢谢啊 阿姨 我求您了 我真的不适合这些 不适合 那么简单 来 再换一批 不不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阿姨儿媳 来来来 要不咱俩啊 来个自拍好不好 你再来一批 你再来一批 我看一下啊 你看你这年轻女孩 多好啊 这满脸的胶岩蛋白 真让人羡慕 真好 把你手机拿来 我发给你啊 阿姨 我 我真的特别喜欢您 龙大她也是个非常好的人 可是我跟她 真的就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很快就不普通了 阿姨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再试一批 快看 您这边请 不用了 阿姨 阿姨 您有听明白我的 没事的 没事 去试 去试 啊 好 喂 妈 喂 妈 那朋友圈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那么笨 我就是帮你助攻一下啊 您经过人家同意吗 就乱发 这娟阿姨 要是知道了 我 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先婚后爱 当初你爸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我也看出来了 我要是再不出手 我这宝贝儿戏 肯定被别人抢走了 我跟你说啊 我再也不愿意看见 你那诗痕裸破的鬼样子 丢人 行了行了 我正忙着了 你什么都别管 你就好好准备 过两天的表白 对 表白 喂 妈 真的不关我的事 我对宝贝儿媳 阿姨 您别这么叫我 您叫我阿盈就好 阿盈儿媳 你怎么到自家店 也不打个招呼啊 这儿也有阿姨您的店吗 别说阿姨您的店了 我就告诉你 你目之所及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我们家的 龙大没跟你说吗 那我儿子可真是好孩子 那我告诉你吧 这所有的地方 仅仅是我和他爸 为你们打下的江山之一 阿姨 那个 我先回剧组工作了 要我说 阿姨儿媳啊 你太辛苦了 你得休息半天 你们剧组的制片人是不是姓胡 放心 喂 小胡啊 是这样 这个 看看 阿姨 阿姨 要不我改天再陪您逛吧 我真的 好啊 好啊 那今天逛完还有下次 这个安排我喜欢 阿姨儿媳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我 我没什么兴趣爱好的 要不我喜欢你呢 跟阿姨一样 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就喜欢花钱 来来来来 让我跟你展示一下我的兴趣爱好 来来来 不用